好消息,大人 怎麼樣?皇上是不是殺了高天堡? 不是,皇上龍顏大羽 那些事者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光 高天堡煮的和大人煮的 簡直就是兩回事 高天堡廚計了得,為國則光 真的嗎? 不行 幹什麼?大人 你這麼開心幹什麼? 高天堡煮好了,我們死定了 那怎麼辦? 算了,他不是說要煮雞湯麵嗎? 是呀 行不行? 行了…來了… 你幹嘛打破我煮湯? 我沒心,我不是故意的 你還說你沒心? 你專門搞破壞,你很卑鄙 你別跟他吵,快想就有什麼方法 麵拉長不等就行了 這樣,先煮一煮… 用水煮沒味道的 還有什麼材料? 沒什麼,剩下油鹽醬和臭豆腐 你還記得小時候 我們試過拿炒豆腐煮飯嗎? 我記得 你不是想? 是呀,快點把油放在豆腐裡 把麵拌好,我們不要湯麵 記住不要加糖,不要加醋 快點… 你放了什麼在麵裡?乾燥燥,沒有湯 除了一條味料之外,沒有魚沒有肉 只有麵條和一條青豆 真是危高人膽大,一條豆腐 幾位使者,不是麵有什麼問題嗎? 皇上 我們可不可以開除一個要求? 當然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暫時用仇禮式的麵條? 幾位使者不是跟朕開玩笑嗎? 不是開玩笑的,這些麵實在太好吃 但是吃得太快勁了 所以想請皇上答應我們的要求 但大殿之上用手取食 似乎有失莊嚴 稟皇上,奴才有個方法 可以用三支筷子插著麵條 捲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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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捲 豈不是可以整次吃了? 這個方法好,快點給他們多一支筷子 放心吧,大人,這道酒煮雞 我已經放了很多辣椒和黃薑粉 一定可以辣死那些外國使者 不反面才出奇 我已經放了很多辣椒和黃薑粉 我只是想吃 真的很辣的? 很辣的 誰來的? 沒人了 怎麼樣? 三位使者滿意嗎?非常滿意 這些麵條鬆厚,優柔彈性 加上不同的醬汁又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究竟是什麼材料? 這些醬料是特別為幾位大使而做的 是用豆腐配製而成的 豆腐? 豬絲先生 這道豆腐和家鄉的芝士、味道 芝同、匪同究竟的分別 芝士?我們大清的芝士是用黃酒磨成汁 然後精製成形 然後再切成細細塊 再在月光下曬製 好時半年才能夠完成的 你是不是在說婦孺? 這麼新奇 豬絲先生,這些芝士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 我要介紹我的朋友 他們一定會很喜歡的 當然沒問題 高刨長,準備下一道菜吃 沒問題,就是用一斤重的肥雞 首先拿清酒掠煮 然後蓋上蓋子,焗一下 焗到剛熟,是剛熟的時候 馬上上碟 你們就可以吃得到那股 嫩滑的鮮味和震震的酒香 你不是說清酒嗎 你不是說清酒嗎 各位使者,是否這道菜不合口味 皇上,這道菜實在太… 天竺國師姐,你… 吃了一口雞,很辣 辣得我居然聽見佛祖和我說話 在複雜的辣味之中 還仍然有雞的鮮味 好吃,真的好吃 我要感謝大清皇帝 味道有辛辣的辣汁,使得我生命 廚師先生,究竟這隻雞叫什麼名字 都是為幾位的使者特別配製 還沒有名字 這道菜由你所藏 朕就交給你替他改名字 奴才知名 既然是來自天竺的使者 這麼喜歡吃 你…你叫做咖喱阿巴聲 不如叫…天竺咖喱雞 天竺咖喱雞,好名… 好名,謝謝皇上,你多多有好人 翻山…走魚都會翻山… 吵完了沒有? 吵著上司大人休息 好名的 聖子到 奉天成運,皇帝照約 今次使者覺宴,袍掌高天堡 米小儀皆表現出色,應依加掌 宴責升高天堡為上司夫 米小儀為御前袍掌 高天堡加掌管西陸公膳食 因此… 謝住龍人 恭喜你,天堡少爺 是袍掌你很厲害 高袍掌你很厲害 是你兩個袍掌厲害之真 不是我們厲害 是人家打爹 阿雪,有些東西要給你 是甚麼 是當年抱你來的那個人 叫我在你成年之後交給你的 看你現在已經這麼大了 我想是時候交給你了 為甚麼都沒聽你說過 事隔這麼多年 是剛才收拾東西的時候 找出來才記得 不過我答應過這個人 一定會把這封信交給你的 這封信我沒看過的 娘,那送我來的那個人是怎樣的 不知道 他當年蒙著臉 他留下了你 這封信和一些銀兩 他還叮了我 千萬別問你的身世 他說到時候你看完這封信之後 自然會明白一切 阿雪,娘不打擾你了 不如你進房間慢慢看 吃飯的時候再叫你 大喜好 大喜好 小喜好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的精華片段